歡迎回到一個沒有吸制賽、沒有轉播賽的一個星期 沒錯,但是我們今集都會跟大家說海外賽的為什麼呢? 因為上個星期馬會播過一天吃大賽,只有四隻馬,我們都跟大家說了 但是同一天其實南非都舉行另一項大賽 沒錯,這一項大賽也都被譽為南非是一項頂級的一級賽 其實我們都很想它有機會轉播來香港,但是沒辦法撞了 因為那個刺激程度會好看很多 沒錯,至少多馬一點 只有七月洋賽,名字大家應該都聽過 但是究竟它是什麼東西呢?為什麼這麼好看呢? 立刻跟大家一路重溫那場賽事一路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這場真的很值得看,希望下年有機會再轉播到來香港 如果它每一年跟日蝕撞了,都應該沒什麼機會 真可惜 我們先看一條影片 沒錯,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場2200米的一級賽 有時間再講 主要的那些焦點碼通常都是落在 譬如說現在就是 鏡頭的左邊是紅白衣的彩虹橋 霍雲升旗的 在它後面白色避窟那隻就是比利是龍 再前面馬林中間那隻 藍色衣白色避窟的就是李建國旗的後衛 後衛的後面紅黃衣的黃族 外面黃衣,再顯光芒 然後再顯光芒後面的一隻叫奇里諾 之前都見過了 藍衣奇里諾 現在外面紅白衣的那隻叫帝王之神 現在網空了三疊那隻 贏馬就尾三疊 紅藍衣那隻叫科美定 科美定就是贏的 現在在鏡頭比較厚一點 紅衣黑帽,白鼻孔那隻就是綠燈行 主要就是看這對馬 也是南非這場賽事最高分的馬匹 待會再講一下綁那些 今場馬就哪個贏呢? 科美定就贏了 沒錯,跑第二那隻叫後衛 第三是綠燈行 第四是再顯光芒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這些名字 如果有看南非馬 沒錯 為什麼科美定好像經常都沒有運 跑二二三三 但是這一場就坐得正 話都說少 我覺得可能因為有一個磅位的關係 還有他在直路呢 待會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會比較早看空先的 是的 現在大家看到科美定一直走著三疊 三疊 因為大家知道其實 基維爾馬場呢 入直路呢 就不怕扔出去的 因為那條欄通常就沒有那麼好的 是啊 其實我這裡可以停一停 這裡告訴你 兩大熱門在哪裡先 其實他的主要對手呢 後衛呢 就是藍衣 在內蘭這一隻 沒錯 他現在在外面 嗯 飛了出去 已經飛了出去 也是藍衣 但是他有一條紅車 是的 藍武那一隻 就很容易拍的 你看到現在其實已經出去了 是的 那接著 那些很熟悉的馬彩虹喬呢 他選擇捐了去入面 比利時龍又跟了去入面 是的 所以他其實進到直路呢 其實他也有點沒那麼著數 因為他是第一隻網空先的 是的 但是他可以一直捱回來也算厲害 後面的後衛 還有外面的陸燈行 完全是過不了他 你看這個勢其實像陸燈行 或者後衛是有頭二的 但是科美迪在雷景芬的那一刻 打下去還有 終點前又頂得住那兩隻馬 其實這隻都厲害的 是啊 你想一下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過那些轉播 都記得 這個科美迪 每次都真的不知道為什麼差跌 追不遲 是 贏那一場他就不給你看 是的 我們看不到 是的 所以其實這場賽事 其實那個水準 那為什麼說 就是 德班七月是南非一項很高 很高水平的賽事 就是 因為他混雜了很多 現在 在南非馬騰裡面 就是叫做 真的數一數到頂級的馬 因為 大家知道 彩虹橋現在應該沒有記錯 是南非最高的那隻馬 是的 第二 第二高分那隻 就是 比利是龍 甚至是在嵌光芒 都是超過130分的馬 是的 所以其實是水準的含金量是非常之高的 是的 除了水準 磅位方面都導致到 會有這些馬 會有這些輕磅馬走上來 是 因為這場馬 其實他某程度上 某程度上 某程度呢 和物議碗杯那些 平磅的方法差不多 是 但是他呢 就是 主要用分數去做一個標準 嗯 那麼最重磅呢 就揹到60k 60k 即是我們香港的132鎊 132鎊 是的 所以順理成章地 草紅橋 就一定揹到最重磅 是的 我們也看回 其實 過往只有7月的歷史 其實近 可以說近的 七屆八屆 都是那些三歲馬 都贏了 因為就好像剛才阿威說 首先 三四歲馬 怎麼都會有一些 副榜上的優勢 甚至是他們 有時候譬如說 方美迪 王族 後衛 是的 雖然他們很厲害 但是他們的分數 就未去過這麼高 所以他們背榜那裏 一定是有些好處 是的 就是或多或少 因為有這個 就是佛榜 在那裏 令到整場馬的實力 大家拉近了 是的 那個競爭會大 而且這場馬 大家留意一下 是跑2200馬 嗯 我們傳統 就是跑里本 又或者是最厲害的 現在就叫跑中距離2000 是的 那麼他就中間落馬 這樣就令到兩個不同路程的馬 都可以其實在這裏 參與這場賽事 都是的 但是某程度上 都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2200馬 這個路程 就有些少卡拉到中間 是的 就不是說很多馬都適應到的 那 未必 譬如說2400的未必 爆得是最後一段 或者2000的就剛剛好捱不到 所以其實也挺欠人跑的 這場 某程度上 都是的 所以這場馬 都聚集了很多勁馬 其實這個是更加重要的 是的 因為我們香港那條線 就畫得很分明 是的 2400 1600 何彩不犯井水 你不教我 是的 沒事的 你聰明的就跑回去 但是這場 這場呢 2400又有些 有些 是 變成 溝溝 真的挺好看的 甚至譬如說 現在的頭馬方美迪 過往他自己跑得好的 那個路程 其實大家都知道 是1600 1800馬 上次去跑那場 機位2000 其實他也跑得不錯 但是那時候 也是他第一次去嘗試 2000或以上的賽事 結果 今次再加成去跑這場 2000 錯正之外 真的贏得很有水貨 因為說的 你贏得六根行 甚至是 第四個賽勸光亡 大家經常都看到他 亦都是南非一些 可以說是馬王級的馬 那 這隻方美迪 就是三歲仔 當然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當然 其實你看看賽勸光亡 跑了這麼多年 是啊 當年香港買了東西 跟他跑過 我不肯定有沒有記錯 但是他那一代 最簡單 雪八神區 慈愛欣典 聖宗士靈 應該就是那堆來的 全都退了 全都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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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的雙腦的腦退了 所以賽勤光亡在這場 其實 因為他一直都要揹著重磅 其實他今場都還揹著57.5kg 大概都128-29kg 至少都 所以其實他跑這個第四 真相不差 那你輸給一些年輕力撞的 譬如綠燈恒這些 還要有個洋磅 是啊 其實他回到來都是一個幾指標 其實他這個第四 一點都不失禮 這場馬大概是這樣 還有一個焦點 講來講去 彩虹橋 為什麼彩虹橋 一例就是南非最高分馬 二例就是安上仁 安上仁遲些來香港 既然都講到這場馬 看看安上仁如何發揮 好 就是霍黃昇 紅衣 紅白衣 我們就看完 他有一段很特別的 因為前面是後衛 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但是有一幕很討厭 我們稍後會停一停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要看他 李敬國 這兩位騎師的取位決定 因為現在其實 你在香港跑 分秒必爭的時間 大家要取位的時候 其實就要很精確地去做到判斷 你一做錯那一刻 這樣就出事了 對了 為什麼 現在就要看前後 後面 就是霍黃昇 前面的藍幕 就是李敬國 這一幕我都奇怪 拋頭 拋頭 如果霍黃昇來香港 如果場地裡面不好 大家千萬不要 哈哈哈哈 就是 你跑線 我都害怕 我都害怕 大部分 我們剛才看幾次直路 那些馬都是飛出去中間 好 就是這個位 就是這個位 這裡其實已經看到 彩龍橋 是準備打算出去 因為他其實前面就是 再勸光芒 已經 他應該跟了蔡英光芒 理論上 你跟蔡英光芒先 其實是沒有錯的 沒有錯的 那麼 後衛 後衛 還在想出去還是不出去 是啊 因為剛才我都說 跑只有7月 其實是不要藍比較好的 一直拿出去 所以你看到 綠燈恆 甚至科美迪 他在走外童 是一點都不吃虧的 多一點給你 所以就是這個關鍵位 咦 就是為什麼霍黃昇 他會選回內蘭 而李敬國就拿了他的位 是啊 真的剛剛很交換位 我也不會解釋 但是真的很好笑 這個鏡頭 大家可以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他是 李敬國就看一看後面 咦有位 那我當然拿錯了 霍雲生就拿了他的位 是啊 就好像是交叉 結果 不少不少都會成就了 那個分野 真的有不理你 是 結果呢 這個後衛 跑一下跑一下 有Q 但是他在裡面 不知道是因為他綁了他 還是他的地 是 導致到他回來 好像是第七名 第八 最終是 第八名 是啊 就是你變成老衛 那時候 就是不同人的選擇 就有不同的結果 就是你採紅橋就選了藍 結果比利是龍 就跟著這隻採紅橋做假想 還是跟進去 其實兩隻一齊沒有了 最高分的兩隻就沒有了 是啊 其實比利是龍很好坐 又不用什麼最重的榜 是啊 因為有採紅橋 今年有採紅橋 大家可能 看回歷史 就會發現其實每一年贏完 只剩七月 去到下一年 都有機會是最重的榜 嗯 因為跑完這場 就加了很多分 是啊 再顯光芒就是一個例子 是啊 但是呢 今年就是有一隻採紅橋 就是那個連勝姿態太誇張 是啊 所以變成他是最高分 那 就揹起光芒 當然也沒那麼厲害 是啊 是啊 變成是揹小了2kg 那譬如剛才 就是你這樣看 後衛那個挪位 就真的反映到 就是 就是騎士在陣上 那一剎那突然之間取位了 就是他跟譬如說 再顯光芒這些 他們知道 就是跑這個場地 或者是這場賽事 是需要 譬如說入直路 就要拿出去中間去衝的 那他們就一早移定三位 是啊 那就變成會有個分別 還有其他大騎士 叫做 就是有李敬國 大家都認識 甚至乎再顯光芒 不霍勵然 是啊 那 就是 就是 方美迪那個不用說 雷彬分就更加厲害了 沒錯沒錯 所以變成 李霍雲昇 原來一拍到他這堆騎士 已經有這個差距在 其實呢 我大膽一點說 就是你跟著前面的大騎士 魯士忽 應該沒有錯 都是的 如果錯的話 不要緊 一起錯 一起錯就好過你一個人 一起錯 一起錯就沒有人錯 是 但是如果你一個錯 人家對 就肯定是你錯 而且可以這樣說 因為 你坐洪橋 本身 就是你 霍雲昇 應該知道 你的主要對手 比如說 就是 掌顯光芒 後衛這些話 那 如果你 如果你相信他們 是你主要對手 而入直路 他可以帶到你上前 其實你跟他 就沒有什麼 我覺得 這些跑大賽 要跟著他 不要說 我想著內蘭攀位 莫雷拉 做的時候 就真的是莫雷拉 不行的話 就變成第二個 不是 他在邁迷會變第二個 但是不行 都是莫雷拉 你馬尊會罵他的 但是霍雲昇和莫雷拉 如果比 大佬什麼級數 就是你一個 年輕人 雖然你這次 在荒龍橋做一次 應該也是 因為很難再回南非 檢閱問題 就是 你最後一次 這個 這個發揮有點失望 你說馬回來 是不是沒有 我也不清楚 但是 有一點點失望 當然 你從他的角度 這樣想 你草紅橋 有什麼最重磅 那 他想省少少位 去幫馬尊散 腳情去衝 我覺得 如果他用這個 去想 我覺得都合理 都可以給他 那個 情有可原 那個分數 但是 都是那句 如果你是熟悉這個場地 知道這個賽事的跑法 其實再加上 你要知道 你陣上的主要對手是誰 那你的跑法 現在你這樣輸的話 就有些爭著的位置在 對 不過 大家 這場賽事 都是輕磅馬 都是 向來都是 對 向來都是佔優 甚至乎三四歲 最重要是年輕力壯 有輕磅 都很好跑的 是的 你想想 再顯光望 贏了兩屆 三歲贏一次 四歲再贏一次 就是 為什麼說他也是馬王級 就是因為 他五歲就跑第三 五歲跑第三 今年 差不多轉七歲了 就跑回 都中了第四 所以其實很厲害 真的 還要這麼準成的 南非老馬 不過人家一年跑兩三次 跑三四次 都是 都是 不過今年 史萊夫 有點可惜 之前就拿了三屆 是的 他想著今年再出 比起時龍 再現光望再來多次 結果就不行了 唉 沒辦法了 這些賽事 每一年都不同的 嗯 這場馬是挺好看的 看完這場賽事 也都告訴你 其實 南非新一季 已經開始了 沒錯 因為南非的賽季 是七月的 是的 七月正式開始 所以呢 他就 接下來應該 我不知道 最新的賽季編排如何 但是我都相信 接下來這個 香港的賽季 都會有不少 就是南非轉播賽 甚至是一些 新的賽事會來 我覺得 新的馬 新的馬 是的 看來看來都是那堆的 是啊 看來又有什麼寶藏 未能掘出來 原來 有人又在後面 買了一隻 三屆馬過來 是的 一點都不出奇 甚至譬如說 霍老爺那隻 就是新馬 陸崩 他來香港之前 在南非真的跟綠燈行跑 真的跟綠燈行跑 真的跟綠燈行跑 我記得好像真的 但是綠燈跟綠燈行 不是什麼關係 好像是同虎 同虎 同虎的 所以大家都有綠燈 我每天有兄弟 大家要 到時如果出 就留意一下 是的 所以今集 就和大家 介紹一下 剩下七月 也都回顧了今屆 這場這麼精彩的 剩下七月這場 希望遲些 可以在電視機 和大家繼續看過 這場賽事 下一集 就 會說回 海外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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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接種意 不能休息 好 好 那就不要緊 我們下星期再和大家 說說什麼 好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就快點去追蹤 我們的Facebook 和IG 之後再叫你的朋友 一起去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小鐘 那就不怕錯過 我們每一集的最新資訊 記得